在这个社会当中没有文凭 什么都没有 也就暂时就是能做这样 每天早上六点多就穿吧 加班的时候加到十点十一点 每天回来的手全是 全是这些麻的口 因为我重新改变自己的命运 让父母生活变好了 可以让他们的 努力一点少盖一点 我终于让我的孩子上的父儿来 我叫任俊豪 现在在宁波这边卖大米 所以现在大家都叫我大米哥 我一接触到这个 我觉得就像 好像我人生找到了什么 我回来就是我哪怕 拖着那个皮肥的身体 腿都拖不动好了 我一唱歌 一接触到这个音乐 所有的什么事情 音乐是我的梦想 我女生 我一定会活到老 唱到老 当你生活过了很种过的时候 你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的 明天是最苦的 明天就说 要不我们回来唱歌吧 因为拜拜 给了我一段 这么真挚的爱情 让我娶到了 我现在的老婆 始于这个地方 然后我想在这个地方 把他传达给任务人 把他传达给任务人 我们是华东兄弟 您说我们在台上都已经嗨的都不行了 我们都汗流浃背了 我们汗流浃背了 然后人家客人特别冷静 好像是刚睡醒 酒吧的人不一定 他完全用心地听你唱歌 但是网络上的这些人 来到你的房间 他就是来听你唱歌 你表演的好 你就能留住他 摩登直播间 带你海门店 大家好 我们是摩登兄弟 娃娃是一个娃娃舞台 需要在不同的地方去寻找你想要的东西 韩国的那些SM公司过来选秀 然后当时就有这个机会 因为当时要拿16万嘛 没有钱 后来我老婆偷偷地把他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了 我说妈 我说有希望了 我说我可能马上就当明星了 我说赚大钱让你们过好日子 我妈妈说 你爸出车祸了 我就选择了回国 我就觉得我不适合走音乐 我觉得对不起我爸爸 我就只能用最快的速度 去赚到更多的钱 去帮到家里 接触了歪歪这个东西 我觉得心情好像释放了很多 想要完成自己的梦想 就必须要付出一些东西 我说的 我的爱只想要你懂 陪伴我孤寂 旅程 你知道我的梦 你知道我的土 你知道我们感受都像风 就算有再大的风 也当不住勇敢的 重复 努力的往前飞 在泪也无所谓 黑夜过后的光芒 有多美 只想你我的梦 就能把你 看 对每个人小时候都有梦想 像我以前不想当年轻的 一首歌叫小鸡逼逼 新闻都是宝贝的 就是让这个做这个直播 也蛮压抑的好吗 好像跟我小时候的梦想 好像创严在一起的感觉 我一直在找一个属于我的舞台 大家你好 黑夜哥 我来了 我已经努力了一年了吧 然后我也没有想到过 我会有现在的剪技在歪歪 有很多粉丝喜欢我了 所以现在我很开心 一生经我碰碰的真正 只想开开变美丽 面谁有难受到